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男人若是能够触碰到女人的禁区 女人就会被男人撩倒 对男人动情 那么女人有哪些禁区 男人一碰就会动情呢 在本期的节目当中 文哲就与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 感情的禁区 是因为男人应该明白这么一个道理 那就是一个女人就算是表现得再坚强再独立 其实内心也是有一个柔弱的地方的 这个柔弱的地方是需要男人去疼爱与保护的 倘若男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不懂得去疼爱与呵护女人内心柔弱的地方 那么女人的感情的禁区 就会逐渐的对男人关闭 所以男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懂得对女人怜香惜语 不对女人心灰意冷 让女人感受到自己的爱意 这就是女人在感情方面的禁区 第二 脾气的禁区 每个女人都是有自身的小脾气的 这是女人的天性使然 无可厚非 倘若男人在女人生气的时候 把女人视为一只发怒的老虎 躲得女人远远的 那么女人的脾气进去 就会彻底的对男人关闭 时间长了 女人就会对男人失去爱意 而男人若是在女人生气的时候 选择了去哄女人 给女人道歉 那么女人就会逐渐的 对男人暴露自己的真实的一面 对男人好感倍增 这就要求广大男同胞们 在追求女人的时候 一定要照顾好女人的脾气 第三 内心的禁区 在大多数的女人看来 自己和男人在精神与心灵方面的交流 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男人们千万不要再觉得 只要是自己好好赚钱 带给女人在物质方面的享受 女人就会越来越离不开自己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男人更应该做的是 经常性的对女人沟通与交流 了解女人的内心 懂得女人的所思所想 时间长了 女人就会对男人爱之入骨 越来越离不开 这样就是女人的禁区 以上就是女人的一些禁区了 在看完本期节目之后 男人若是还不懂得如何去撩女人的话 那可真的是活该单身了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若是您在性感方面有什么困惑 可以给我发私信再忙一下